剛才女兒上學 現在早上9時24分 現在就回到家學校 坐在車上 然後呢 我的情緒又爆發了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都很想記錄一下我的情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 哆哆聽完醫生之後 那個星期 然後我們的車被人撞到一個星期 我的情緒是 很不喜歡這裡 其實是很多很少的事 累積 之前我的情緒真的好很多 我覺得我叫不住了 我要走了 但最近的情況是很差 我是完全控制不到自己的想法 特別是一聽歌 就哆哆一聲 明明去完玩 一上車 過幾小時的車 我可以哭了過幾小時回家 我是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呢 其實 我已經來了這裡兩年半了 相信我應該很習慣這裡的生活 我很想去習慣 我很想去融入 很想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 我覺得自己做不到 我覺得自己很難拆廢 為什麼我好像越來越不喜歡 這裡越了解 但是這裡我就更加越不喜歡 我很想像其他人一樣 很享受在這裡的生活 但是 無論是小孩子看醫生 無論是 我的車 看著它被人撞過來 我好像 不然我覺得 很差 我很不想這樣想 我知道我女兒留在香港 要受的是什麼教育 我是很清楚 我在香港是不能夠發聲 我不可以很猖獄 但是 來到這裡 我們同樣都是受到這些陰霾的影響 好像 可能在Facebook 我是不是應該去集會的東西 我IG應該去投資的東西 我回香港會不會被人抓 其實 我無論身處在哪一個地方 我們都仍然會在這些恐懼裡面 那我不是一輩子都不回香港 我是不是一輩子都不想見到家人 我是不是一輩子都不可以再回去我熟悉的地方 我老公 多年上機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自己要這麼久不回去 每一次 暑假我想回去 暑假機票又很貴 到放假 到 放完假 不是 Peace Season 我可以回去 那我老公就跟你說 我搞不定 我可以怎樣 我究竟何時可以回家 我何時可以見到我媽 哇 真的令我覺得很逆 今天現在是7月中 今天是7月的17日 天氣仍然很冷 很久沒有流汗 很想念濕的感覺 潮濕的感覺 因為這裡的天氣真的很乾燥 我的手 我的皮膚 是比以前 當然我自己也老了兩年幾三年 但是我的皮膚 是比兩年幾三年前 是差了很多 不過唯一好的就是 我搬來收之後 我脫頭髮的情況是改善了 因為看到頭髮衝出來 但頭髮仍然是少於以前 但希望我沒有繼續脫下去 我覺得很難受 這段時間是自己的感受 我的難處 其實每一天 從不回家都是差不多的生活 一至五就上學 然後女兒要學幾 然後六天 要是去別人家家 要是去草地 去博物館 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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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這裡 我也有一些 在香港體驗不到的事情 可能時間長了 我真的越來越 掛著家 越來越想回家 好像沒有人家 來到這裡 不想回香港了 我覺得這裡很棒 這裡是自己的家 我也很想 有一天 我會覺得 這個地方可以自己的家 我真心是很想這樣 這一刻的 我真的做不到 可能是 自己真的 心理要承受的能力是很低的 其實真的很想 紀錄很久 因為 我應該連續 兩個 三個星期後 都是這樣的 情緒 因為我覺得我回家 都是最適合的事情 但是我也很想改變 例如 嗯 知道 我可能depressed 也跟家裡的環境有關 所以我昨天 倒閉了我女兒的房間 我自己也覺得 自己也算是很積極的騙對 也跟老公說 不如 預約GP去看 因為 我那次真的很嚴格 很辛苦 那種感覺 我很想擺脫那種感覺 但是 其實 兩年多來 這種感覺一直都 營繞著我 但是 真的 我都 難關 難過 關關過 每次覺得自己不行 我又OK 我過了一關 我不知道這次行不行 但是 好像周期盛發作 那樣 就覺得 好煩 我覺得自己好煩 我真的 我跟人說到 覺得自己好煩 我跟 我老公說到 我自己好煩 我又覺得 為我老公那麼辛苦 我覺得自己好煩 你其實不用對我這麼好 我經常叫我 你回香港 你回香港 回香港 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就算 我一個人回去 我也有很多不安 因為 我沒有試過 跟女兒分開那麼久 我沒有試過 跟Lulu分開那麼久 我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 經常說 是機票 買機票的了 回去的了 但是每一次 要回去的時候 是否真的要回去 我是不是真的OK 我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女兒 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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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自己 會不會很想念這個女兒 因為自從我女兒 離開我的肚子 開始 是住了七天醫院 出生之後 她從來 沒有一天 離開過我身邊 沒有超過那24小時 對我來說 我這件事都很不安 唉 哭了 要繼續喊 真的 不知怎樣 所以就覺得 很辛苦 開始放在中間 卡住了 卡住了 去這裡喝氣 去這裡喝氣 因為現在 香港又開放了 又不用帶浴袖了 然後有些東西又開放了 就是令我 情常又差一點吧 就是更加想回去 沒有藉口說 我們回不了 回不了 真的想起了 這兩年多 我是 訂了幾次 旁邊的酒店 然後 嘗試 看了幾次幾秒 都沒有訂 這次也是一直看 單程幾秒 看看看 好像是沒有賣過勇氣 因為 我不知道回到香港是怎樣 這些是 令我好 啊 啊 這樣 哭了十分鐘 是不是又要繼續面對 女的房間還沒收拾 可能收拾完了 女的房間 有些新想法 家裡的傢俬換一下 可能 又會有些新的景象呢 不知道 希望是 啊 有一點都令我 有時候會去抑鬱 在這裡 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那這些朋友都很好 很願意聽我說 他們好像當我妹妹 那樣 就是去看待 好照顧我 我想 但是有時候覺得好像 哎 本身大家的社交態度 已經不一樣了 他們會對我的評價是怎樣 那可能 因為這些人會拿我 有一點壓力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口沒者 難度我完全是想到 我就說出來 而我身邊也是 在香港的時候 我身邊的朋友 都很包容我的性格 真的很願意去接納一個最核心的我 所以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而且仍然是很愛這個 這麼自然格的我 起碼都恨得我做朋友這麼多年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自己是 無論在哪方面 我老公 我女兒 我的朋友 我已經不是夠挑的更加多 來到這裡 又要重新意 還有一些新的關係 都會想 嗯 我應該要這樣說 或者我都會 會想多了 人家會怎樣想 以前我在香港 我完全不想 隨便吧 你怎麼想我還未 I don't fucking care 在這裡 我好像 我會 我會在意 我會想 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很低能呢 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很煩 我會覺得我很天真 很幼稚 的確我也是 因為這麼多年 有老公 有朋友的包容 所以我生活在一個bubble 就是在我的圈子裡 所有人都 就算不是很愛情我也好 但大家都會很體諒我 或者很包容我 其實不好 我不知道新式的朋友會不會包容 當然我在這裡 新式的朋友 我自己覺得 是很好 他們 令我看多了世界 亦都教識了我很多東西 的確是的 好恐怖 喊著喊著 頂著頂著 我都不知道 頂著 一天就一天 喊著一天就一天 喊著 不死也要繼續喊 無論在香港 還是應該都是 都不是 心目的特別好 大家都 回去吧 快繼續收拾房 經過這兩個幾星期的沉澱 我的心情都慢慢平復下來 雖然不知道可以喊多久 但我仍然願意繼續去嘗試 感謝在這段時間 關心我的所有朋友